现在改名叫陆农包 眼睛怎么了 流浓了 线了一种 做手术 在哪做手术啊 妇女儿童医院 那你就是妇女是吧 我是儿童 春天的时候 她的左眼的上眼睛 长了一个卖力种 卖力种后来慢慢消了 后来发现卖力种的那个位置的话 一直有个小包 医院也去看过 但之前的医生说不用管她 现在就是愈发不可收拾 这两天的话越长越大 而且出现浓点了 在今天上午上语文课的时候 突然爆浆了 流了她一脸的浓水 好大一个 这集的主题就叫 独眼龙养成绩 独眼龙出来 实际上午 我现在还不是独眼龙 那我们去四楼 你带路 你看那你来过 我刚才都没来 那我们走楼可以算吧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这种建议 你看这个铁窗子 最安静的医院 人都没有 好爽啊接着 因为医院不能拍摄 所以说的话 中间那个过程我们就 过会儿我们用我们的语言来描述一下 祝你顺利哦 好 坐里边坐里边 累点 那我对鞋来管都可以 好 好 谢谢 谢谢 你现在什么感觉啊 这两天小朋友的那个腺利肿手术恢复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两个也有心情坐下来聊一聊他的这个经历吧 让大家吸取一些教训 对 不要走跟我们同样的这个路 之前的视频大家看到了 我们去成都市的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去做了这个腺利肿的切除手术 已经肿得很厉害了 已经往外爆僵了 然后我们才去做 实际上我们是在国庆节的时候 就已经带他去著名的西门的某三家医院找了一个专家去看过了 这个专家 给我们的答复是 这么小的小朋友 如果要做这个小手术 门诊手术 还必须要经过全马 他给我们一个选择 第一个是18岁以后做一个门诊手术 要不然就是现在做一个全马 把这个东西给取出来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全马 这么小的小朋友 我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能不做就不做 能不做就不做 然后他告诉我们其实也没太大关系 完全就可以等他这个样子 那好了 我们当然听专家的话咯 结果这一个月以来 肿胀是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厉害 以至前几天突然爆发了 所以当时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 这个医生还埋怨我们 为什么做到这个时候来做 为什么不提早做 我们也给他说明情况以后 只见这个普通的医生 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意味深长 对 我们也就能够 能够读解出来 这个医生背后的意思了 但是为什么又过了将近一个星期 我们才把后续给拍了呢 因为这一个星期小朋友 发现他的手术的这只眼睛的 三点到六点的方向 出现了脚膜受损 而且这个伤痕受的比较深 当时做了以后的话 又哭又闹又痛 我们还折返了医院 期间是每天都要去医院复诊 然后这一段时间的话 另外一只眼睛也没有办法睁开 基本上四天就在家里 体验了一下盲人的一个生活 其实我还是有一些抱怨在这个里面的 我还是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之前就诊的这家 在我心目当中还蛮正规很大的 这么一个三甲的一个这个医院的话 的这位专家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诊断的一个结果 既耽误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 让小朋友受到了更多的一些痛苦 恢复的时间也变长了 耽误了学业 耽误了生活 当小朋友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去某家医院听某一位专家说了以后 我觉得不要就此做吧 还是有必要 多比较比较 对 换一家医院 或者哪怕是同一家医院 换一个医生去重新就诊 然后听一下不同的医院 不同的医生的一些这种 诊断的一个结果 就是不要耽误了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 我其实对于自己来讲 我还是有一些后悔 一味的听信了这位专家的一个 这种诊断的一个结果 还是一句话 当这个病症小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 多比较一下 多听诊一下 这个杨阳的他们的老师班主任 最后给我说 请小朋友大家安心休养 等他返校以后 会安排语文 英语 数学和物理的老师 利用他们的休息时间 给小朋友把缺的课程给补上 其实还是很感恩的 对 当父母听到这些的时候 心里面感觉很暖 嗯 感觉我们还是选对了一所好学生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一对 结婚15年的老夫妻 请引以为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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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